會兇 這樣 所以我再問一次 如果當時你真的是疏散 而疏散的半途 剛好就都在路上 你怎麼辦 你講到疏散 其實有一個常識跟大家報告 我們政府有做過核災演習 核災演習最多的疏散 大概不到2000人 那個無家已經大概疲憊了 這是十幾萬人 說起來 如果要疏散是會搭車 什麼搭車 你根本就天下大亂了 全部剛好天下大亂 而且我記得有一個民眾 他是在家裡拍到那個有沒有 然後他好像是跟家裡 一個男生跟一個女生的對話 說蹦了啦 趕快走 他說不要走 走就沒了 比較危險 我記得那個男生一直在這樣子 比那兩鏡 對 比那兩鏡 你說你就可以危險 他說蹦到這裡 趕快走 可是他說那個男生反而是 因為他這個管線 他不會進到建築線裡面 所以他報一定是在馬路上 不過 不好意思 實在說 那時候我聽了很多人在說 大家都不知道是管線爆炸 對啦 因為我們現在說 其實也是事後租客 那時候大家都落個戰爭 叫是以色列來 不是 戰爭 因為蹦 蹦 蹦 那個真的很像是被封殺機 對 那時候以為發生戰爭 不過就是說 這一次也是不信眾 還有一個大信就是說 他並沒有引發很多火災 所以大家說不要疏散 是這個如果你知道嗎 我們房子的下面多少可燃的東西啊 汽油 石油 瓦斯 所以這個東西蠻複雜的 我就說今天你在討論到今天 你就知道 這管制不走 這些事情都要去處理 每個人都要知道說 以後疏散是什麼訊息 要怎麼跑 剛剛立宏就說他高雄 他有可能 幾乎是不可能 所以只要管制在這裡 這些都要演練 以後這些不演練 你就以後怎麼辦啊 那房子沒有引起火災 跟前面的這些救援有沒有關係 還是只是真的是太幸運了 我認為都有吧 就是他 你如果沒有這麼多很勇敢的人 我覺得就是很不值得的 犧牲生命 那這個事情感染更嚴重 水霧有噴那些人 降溫 所以這個東西是 疏散也不對 不疏散也不對 這一次噴到一個非常困境 那這個困境就是這些管線 在這樣的密布之下 讓高雄真的是非常的困難 這一次的威力大到什麼程度 因為我家裡爆炸的那幾個 主要區域是大概四五公里左右 差不多四公里 我還要靠長的回家 我打電話回家說我怎麼沒有 我爸媽說 他們是沒有聽到聲音 但是說地震 他只剩地震 我大地震而已 因為鳥地震 因為離四公里感受到的是 像大地震一樣的搖晃 所以才有高雄市議員 以為是地震 說他沒問題 哈哈 可能還會不受理 因為哈哈兩個字 但是基本上 稍微遠一點 你會覺得這是地震 你看那個威力大到什麼程度 在現場也難怪會有那種 那個人這樣真的失措 可是有時候你哥 真的人家給我們這個牽絲 我們那邊就給你看 侏羅三人寫的 7月20級到8月1號的那個牽絲 而且人家是7月底就給我們 就是收手機給你看 我說棉花他寫天翻地覆2 還真說中 我們怎麼會想到會有 又掉飛機 又是爆炸 天翻地覆 覆要地要怎麼覆 怎麼會知道有這種事情 你看高雄這一次要復健 要復原 其實我覺得那個經費相當可觀 很可觀 絕對超過幾百億 甚至我是覺得 因為你看車損 污毀 就像這些事情 包括污子要不要重新做 車損污毀人傷亡 對 那還有就是說 那附近的整個經濟生活 是斷掉的 到現在還有斷水斷電 家裡沒得住的 還有幾千個人是住在 那個所謂的那些 臨時的安置中心 沒有 而且很多土木技師 都要去檢測一下說 對 因為那個臨街的 那第一排的房子 能不能再住都還要再 好 社會有那麼多 我學到他計畫 集會改關的都好處理 那如果用集會改關的是什麼 是高雄人的心 不對 但現在你來看 這要花錢 花這麼多 高雄市政府有沒有辦法獨立負擔 不可能 這需要是 這由像宋楚瑜就建議說 你應該弄一個像921一樣的特別條例 編一筆這種預算 那這筆預算你當然不可能 從政府指引你就是等於是借錢 特別預算本來就是借錢 用特別預算來指引這整個復原 其實這是政府要判斷的 給公立作為一個國家的領導人 你要判斷我需不需要 以現在政府的財源 有沒有能力來負擔這個 所謂的高雄市的復原 如果沒有 那是不是要一個特別條例 這個東西其實做總統可以做決定的 如果今天我是馬英九我到高雄 我會說 好 我要弄一個特別條例 來幫助高雄復原 我跟你說 他今天就很成功 因為我有解決問題 我也帶了禮物 我也安撫人心 但是他重大決策他不去講 他在講什麼 他在講為什麼 這個路是 這個車子會被炸到路的兩邊 我覺得 我們還是要有一個信心說 這是人禍不是天災 人禍 那竟然是人造的 人的要這樣發展 要這樣去做 我們看到錯誤 我們就把它制止 這是最好的 預防是最好的治療 所以高雄 有沒有一個重建的機會 對 高雄一定要下定決心 說你真的要這樣 如果要讓管子繼續這樣 我剛剛講過 非常麻煩的所有的救災 大家要去演練 如果你不要 你就是把這個管子 移開以後 都不會有這個麻煩 因為他就在離開你住家 張老師這恐怕不是 高雄市政府能決定的 對 高雄市政府是最重要的 如果石化業到底要不要留在高雄的問題 我們先休息就好 你就牽涉他 你還住多久 你還說大災亂 這幹什麼 因為你牽涉到整個產業結構 那滿久比較多決策 對啊 你要講到這些 新聞 看謊話 其實我這一次看到 李昶榮化工的老闆出來這樣講 愛死他也脫殘 也脫殘 再來是 他發現他的保險其實只有保藏 對 藏內 藏外他不保 藏外他沒有保 所以他也叫你把他藏有錢 藏沒有 而且人家把他挖出來 你知道他以前在新竹 就做過一個很大的污染嘛 抗爭了好久好久 抗爭了十幾年吧 沒有 四百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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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其實 所以他在新竹就混不下去 是不是這樣 其實台灣有四大石化園區 其實都很危險 我們頭份有一家中石化 十幾年前也發生過公安意外 當時也是被圍廠圍了很久 中石化我問過專家 他說如果頭份的中石化廠 如果萬一發生爆炸的話 北到新竹 南到厚里 大概都被波及 所以其實我覺得不只高雄 當然高雄特別嚴重 這些地方的人 你們要好好考慮一下 桃園煉油廠 煉油總廠 桃園煉油廠 然後這個可是他是沒有 他有經過住宅區嗎 誰知道 煉油廠是廠區 對 廠區嘛 他一定程度隔離 再來頭份石化工業區 他附近有 中石化就在頭份鎮的幾乎中心點 麥寮因為是靠海邊 對 OK 好 然後再來 麥寮也常常蹦 基本上他人煙比較稀少 OK 好 現在就只能先求 在人煙稀少的地方 那我覺得最危險的是 高雄跟頭份 鄭大哥 你看 這樣就知道高雄 對 各都在那裡 精彩啊 因為高雄頭份的工廠 都集中在人口面 人武大設石化工業區 中油左營高雄煉油廠 第五青油裂解油廠 還有這個中油大林煉油廠 林源石化工業區 中油林源石化廠 還有第三 第四青油裂解油廠 我是這樣說 而且你知道就在高雄市 我是說我們周邊五大工業區 因為高雄港 最主要是港的關係 我是老實講 我們是可以理解就是說 台灣為了發展經濟 有一些地方必須做出一些 犧牲跟貢獻 這是一定的 但是為什麼高雄人在犧牲 對 因為高雄港在那裡 但是我想說 既然高雄人做出了犧牲 我們就不能讓高雄人的生命財產 沒有得到保障 對不對 因為有人都放在那裡 你的稅收是不是要給他更多一點 對 統籌分配款 是不是 譬如說台北市 總共的統籌分配款 如果是100億 你應該給高雄60億 沒有 今年又跟到統籌分配款 還被抗 被抗 叫你講你是 污染把人家留在那裡 你要給人家多一點 再來是 你既然污染留在那裡 你就不應該讓他們 生活在危險跟恐懼當中 所以他說詹老師跟我講 那個線應該都要移走 我們高雄不是不讓你發展石化工業 你如果不發展 台灣的工業當然就影響太大 暫時也很多人的信任 所以不是說不願意 而是說你應該想辦法說把它移掉 可是這個管線移掉的工程的費用 是石化廠可以負擔的嗎 怎麼不行 每年變烈 你不用一次 但是今天有個石化廠 不知道是誰 我出來講點就讓人家更生氣 你不要管 那以後用那個潮化車 路上都是潮化車 更危險 好像覺得 這個意思是說 你如果沒辦法帶我 就一台車一台車穩 這樣穩嘛 路上都是潮化車 路上 這樣想起來 會讓人忙 這個環境就是有一個極限 當你沒辦法運那麼多的時候 你的產量就不可能那麼大 所以台灣已經面臨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抉擇 我們今天在討論這個 不要忘了好多人犧牲 所以每一個抉擇都會說 五年 十年後 是不是會有另外一個事情在發生 所以潮車是可行的方式之一 但是你如果說潮車要運到現在這個量 那當然很危險 你知道減量 好 你不想減量 你管支就要繞圓一點 你要重新去買那個土地 我想看土地上面都是不能使用的 然後要很好的標示 也不能以後有都市開發 這個都做得到的 那這個總歸起來 總歸起來 總歸起來從我們社會的角度 它的社會成本你是比較低 你看這一次的社會成本高到 全台灣的人心都受傷 我說我如果是對新加坡政府 去南台灣歸起來 你要注意看 南台灣的空氣都不錯 對啊 一定是 就看你我哥的話 他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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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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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人和椅價金 一直往上面 一直空氣越來越好 而且我一直看 這邊的利怪牽管 我會很低 還要划多少錢 來買地 然後來設置往上去 所以我們說 這就是我們講的 這就是我們的角色嗎 反應過來的時候已經被 那個郭優露塊壓住 所以根本就是爬不出來 那第二次爆炸的時候 那個想幫我的人 他們也受不了 因為火一直封出來 所以他們就先 今晚11點